你还说你不会武功 反派大佬隐藏真正实力 世界权王周比利都支配给他俩的鞋 羽绒光被称为亚洲史太龙 他和公共巨星成龙大哥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电影的神话 新警察故事 出国梦中都有过合作 李天杰和羽绒光也合作过很多次 最大场面十分精彩 在电影给爸爸的一封信的幕后拍摄过程中 李天杰对羽绒光的优务 发展声言言不绝 觉得他肯定会武功 并且还有一点厉害 毕竟能做这一行的都不是韩人 但羽绒光本人就算谦虚 如果面对很差的对手 十个八个应该没有问题 但如果碰见一个厉害的高手 肯定一对一对两个 我说这位大佬 您就别谦虚了吧 在香港并不止羽绒光一位反卖大佬 喜欢隐藏真正的实力 他俩的实力 强得连世界权王周比利都支配给他们一些 第一位就是成龙的保镖 卢慧光 七届太拳冠军得主 跟了成龙29年 正在一场比赛中 一圈娘对手打昏迷十几个小时 一身真功夫获得了成龙大哥的赏识 成龙的功夫已经是相当厉害了 他就让卢慧光做自己的保镖 结果可想而知 他的功夫就这么厉害了吧 比如最圈二中 那招牌一则马动作 这让能做到的人少追又少 戒指小龙之后 素有香港第一腿的泰拳高手之称 因为他的腿上功夫失明了得 而周比利只是全厉害而已 价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所以这他有了部分观众认为 卢慧光在腿上碾压周比利 第二位就是黑帮风雨人物 陈慧敏 初出比利给陈慧敏大佬低谐 真的一点也不够分 当时整个香港金沙嘴都是他的地盘 以他街身材被命名为陈慧敏街 电影《古后代》中 他扮演的中兴骆驼 龙在江湖里的老大梅叔 他的一生远比他拍过的电影 都还要精彩 比如李小龙都十分欣赏他的身手 于是有了那句话 脚有李小龙 全有陈慧敏 他的实力完全可以和李小龙一排 在影视里 他虽然扮演了不少黑帮大佬 但真正打起来却打不过水 观众现实里 你来试试 不少观众觉得 吴慧光和陈慧敏两个人的实战能力 早已超越了世界前王周比利 但周比利却被称为是 世界功夫实战第一名 甚至比李小龙都还要厉害 你们认为这俩人的实战能力 可以胜过周比利吗 谁才是真正的